这件事最近的,刚刚接案的一个孩子,二元级,叫张统宇,他的问题也是天天跟人家吵架,天天跟人家打架,但是他打架的话跟前面那个现场不一样,他不是组织,但是家长老师天天合作,还是他更经常做什么二座级,比如说会把蓝筒这些扣子给拖掉,在中间就能把蓝筒这些扣子给拖掉。 然后老婆的话就把男孩子推到你孩子的厕所里面去,就在干这种事,这个孩子的话也是两周,第二周的话就投诉了,第三周就没有投诉了,这个是一个叫张统宇,看起来很论,他进来就找别人论,这个叫黄毅,总统说是09年的12月4点多,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问题是什么, 他就是前期排名,不是1就是2,看来是本数的,保数不是1就是2,然后还有一个问题的话,比如说我要跟他讲话的话,他的头一定是低到两个膝盖之间,坐的时候低到两个膝盖之间,这样一个开始,然后到第1月的学期,也就是12月到第2学期的一个其中卡,他的前期就排到中间了,半期里要排到中间了, 而且那个自备的体,实际上长就没有了,这个叫黄毅原始,他的一个问题就是高度的注意力切施多动在那里,三年级的时候,过来找我们训练,实际上很简单训练,都在家里训练,只训练了一间,他们母亲就报告说,现在的话,投转了非常多,成绩也上去了, 这个是原则的,这个是原则的,这个一程,挺漂亮的一个小姑娘,他们的问题就是整天在家里的话就报过去,他还有一个弟弟,整天发出去,成绩的话是中下,整天的话回来就发出去,这个脾气的问题是怎样的,成绩的问题到今天开启的时候,整个半期就显得安息的问题了,因为他成绩的话就上到中上述了, 这个叫黄毅原,他是二年级的时候,我们也找我们,他的成绩也跟他抗疫是一样的,不是,不是,但是他问题的话比他还严重,因为他问题的话,他会跟我讲什么,跟他妈妈讲什么,跟他妈妈讲什么样的,但是老师,我一方会像,那个, 那个半期老师说的,就是死掉的话,浪费房屋,或者的话浪费粮食,就这样讲的,这个是七年的春节,早了,到前个月,三个月,就三个月,他妈妈在前一年,我会想发生了,说我们现在好远了, 你那个网络他设定的95克,跟他目标是差一点点的,而且我发现了,特别对家庭,特别对母亲特别不贴,我刚才讲了,他有个特殊说现在是什么,他们母亲,一个人带孩子,没有母亲常年在外,一个人带孩子,而且他的母亲上班,经常是三到八,三九年班的,所以非常不容易, 所以,这些是我的病人,但这个病人实在太多了,实在太多了,最近的几年的话,接待过的家长的话,至少超过一万三千人成, 但是我觉得的话,他们确实的话,也跟我们前面提的问题都差不多,都是比较为,让家长,让老师困难,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的话,都有现在这个,所以的话,好像对后面这段的话,还是有点信心的,所以我们的话,重点来讲一些后面的这些方法, 好吧,这个方法的话,看起来,好像都还不可以看,但是的话,我相信,我希望的话,你们有个这样的人,第一个,以身作者,作者,当好朋友,是吧,这个的话,大家应该比较理解吧,反应的力量是无穷的,是吧,我们经常会讲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出来,是吧,但是这个东西也很好理解,如果我们都做过好的话, 凭什么叫孩子做好的,这是你一点,然后如果我们做好的话,实际上一般来说,孩子也会做得不错,比如说我们如果不刷手机,我想孩子的话,一般的话也会控制一下,我们如果能够跑了很认真的去工作,去做事情,那么孩子的话,我们在一般的话也会很认真的去上学读书的, 实际上,虽然说刚才那句话的话,好像是我们可不可以,但是事实上的话,认知行为心理学的话,做过了很多的实验, 实验,做过了很多的实验,认知行为心理学的话,最主要的就是习近乎额图,做过了很多的实验,发现的是什么呢,发现了反样学习,是孩子的三大主要的学习方式之一, 反样学习,是孩子的三大学习方式之一,另外一样总是试错跟教学,试错跟教学,所以反样学习的话,是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他们反样是谁,是比他年长的人,年纪大的人,比如说哥哥姐姐,当然跟着我们身边, 所以反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反样是非常重要的,做好一般孩子的话,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这是第一个方法,是不是很简单,做好自己就好,这是很简单,OK,这段是最小的,最小的,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 让孩子多干过,我不是说要把他当同工,大家不要,是放手,多让孩子做一些必守成绩的事情,特别是他自己的事情,有关他自己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的话,很多我们孩子都七八岁了,孩子都会, 去, 有关他,没有,吃一口,每次吃一口,再去一口,再多吃一点,照看,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 是这样的人,是这样的人,是这样的, 而我们一直的话 没有帮手带孩子去多做一些事情 你知道我们的帮手带孩子多做事情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着用力 第一个 是不是锻炼孩子的个人能力 是不是个人能力 如果你不但他自己穿鞋 他永远可能都不会穿鞋 是不是这样的 我经常跟家长分享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比如说让孩子想来 让自己想来 你知道可以训练他多少东西吗 而且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 可以训练他的感同 感同的话 比如说双手的协调 眼睛跟手的协调 一直训练的话 你一定要看着不要 训练会更需要 这个是最新法 所以训练完 他这个双手跟眼睛的协调 就能够训练出来 而这就是感同 感同 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训练他什么力 训练他的责任感 为什么 因为他既然自己成了 一般的话 我们会要求他自己 也会有一种意识 就是要把他吃饱 这就是责任感 对不对 对不对 他自己成了 那么一般会有一种意识 要把他吃饱 这就是责任感 第三个 目标意识 目标意识 他会半半的知道 我要吃多少 就成多少 这就是目标意识 他们半半的协会 我今天的话肚子比较好 我就成少点 今天肚子要了 我成年 这就是目标意识 我们刚才 里面的话 重点没有讲到一个目标意识 目标意识可以告诉你 目标意识跟计划意识的话 任何想与成功的 都需要有很强的目标意识跟计划意识 但是那些是比较高的要求 但是 承犯 单单让孩子承犯这个动作的话 就可以吸点至少这三个重要的品质 收拾的话 放手 让孩子去多做一些事情的话 不仅仅可以吸点他的能力 而且你可以培养他的 承认感 自信心 规则的意识 跟意志力 首先能力提升了以后 每个人的自信心都会比较强 对吧 我脸厉害的话 是不是很自信 自信心就要强 而且我们能够放手 因为有什么 一会儿马性能力 网话的时候 你做一会儿马性能力 什么孩子呢 假设呢 就是我们刚才的自信心 就会比较强 那么自信心也会比较强 孩子在自己做的过程中 他一定会碰到很多问题 需要遵守的 很多规则需要去遵守的 那么就是规则意识 比如说认知乘法 我们会跟他说 你自己想吃多少 这事实上就是规则 规则意识的话就可以了 那么还有我们刚才想要看什么 意志力战 你再来看的话 我们去做任何事情 是不是会碰到很多困难 是不是会碰到困难 是不是会碰到挫折 这时候呢 我们如果一直还是做的话 他的意志力的话就培养出来 他就能够坚持 他就能够看这个挫折 是不是这样 事实上来说 原点不止这些重要的品质 可以在放手这个过程中培养出来 我们的整个思维力 因为我们做事情的话 是不是要死他 孩子很厉害 我们刚才讲 孩子的话 就像是在试错中 写大东西的 放手是不是很简单 很简单 很简单吗 是啊 放手 那还不敢 你还要轻松一点 我们还要轻松一点 是不是很好的事啊 所以这个方法也很简单 我个人觉得很简单 我不知道怎么样 什么行 好 第三个方法就是 我们说的没有规矩 不选方言 就是要不要只能规则的意思 那么规则的意思 怎么会难 直到也很简单 多一些规则 让孩子清楚你的规则 让孩子清楚你的规则 然后吧 让孩子去承担 所有没有规则的自然后果 或者规则后果 比如说 你们刚才讲的 优养要起码 这是规则 为你换钱 一定要洗手 这是规则 所以如果没有的话 就要出码 这就是那些人 知道吗 如果你不吃饭 那就不折 让他承担吃 那么很快的话 就是要被规则 就很鉴定了 规则的意思 好 事实上这个也很难 不过这些在我的书上 在我的课堂 在课堂里面 包括你们刚才少把 记得很多家长的 别人会的家里 都会讲这些东西 这方法都会记住在家里 让人想好习惯 这个我想大家都在做 不管是习惯 还是作业习惯 事实上 它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 简单的 不 简单 什么 比如说你要在那六点起码 你就 那六点起码 温重之心 一定要在那两个人 二十一天 按照理论上讲 二十一天 二十一天 就养成一个习惯 而这个习惯一旦养成以后 他一辈子的话 就比 叫很难去改变 好 很难去改变 那么当然 我们还有一个 不良型的一个 处理方法 就是消费 这个也有 你可以看到我的书 或者在课堂里面 听听 在直播下的课堂里面听 把机体的方法 但是 这个 不难 即长了 芯片 专注力 如果有牵涉 的话 改变少一点 专注力的话 芯片是越长越好 专注力芯片的话 有点 无杂 但是 难度很低 有点无杂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他设计的方方便便的话 还是要尽注意 包括从饮食啊 睡眠啊 日常的习惯啊 运动啊 还有一些 亲诊关系啊 等等 还有找给我们家庭的物质 这个方面的话 我这边做的是最多 因为目前这个孩子 这样的孩子特别多像 比如说它很简单 我刚才讲 它是内容比较多 但是很简单 比如说 你把 要把家里的窗帘 换成 冷色的 就是 蓝 地 是比较冷色的 各位 床单 就大点几个 床单 也换成冷色的 我们的床单 经常是大红 大红的 经常是红的 比较温暖 但是 如果是注意第一些事 还是最好把它换成 冷色的 就是 蓝 地 制度 你们可以注意到 如果看到这些冷色的话 比较安静一下 是吧 好 很简单 换一次就可以 床单 你的家里的一些 物理 特别是孩子的物理 特别是孩子的物理 不要推得把东西 我发现的话 很多家庭的话 还喜欢把一些美容的东西 推在孩子的那一家 为什么 觉得那一家的话是 孩子 好像是要自购 自己那一家的话 或者自己那一家 都要收拾的好 实际上 这不是一个很大 的物理 孩子的方向的话 一定的话 要把它收拾的简单 还得整齐一点 你看起来最后 比较舒服 所以 这个舒服 就是对专注力的人 是重要的 还有 很简单 比如说你可以在孩子的 衣卫里面 安眠的 发现肝瓜 或者经济 发现肝瓜 或者经济 或者经济 比如说像心理虫 好 方便现在孩子呢 衣柜里面 那么孩子的衣服上 一直都会有这个发现 安典 这也会提高它 有种注意力 非常多的 孩子睡眠的话 那么注意力的话 吃饭的话会提升 而且这些的话 你会发现的话 孩子是没办法上去的 天天让手 这个影响 像瓦家的话 瓦家的话 还是想要说 我们是把孩子 强度图成草地生 他的墙壁 强度图成草地生 所以你今天 包括瓦家在这下面的公司 我们的墙也就是草地生 你一进去的话 心就安静下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效果很好 但是还有其他方法 比如说 泡鱼花不要吃啊 贝类少吃啊 真的就是 含蜆口比较多的 还有甲鸡 水凉酱比较多的 真酥 还有心酸蛋 少吃 所以注意 其实的话 每个东西 后面了 因为它的内容很多 后面的话 你们在群里面 可以把这个部分 这个家庭综合训练呢 这个注意力 家庭综合训练 这个部分具体呢 方法 发到群里面 那里 大家都可以在这边的话 看看 是让它做起来 不容易长 只是内容多一点 但是你有些东西 一做一次的话 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个是注意力训练 特别重要 有条件的话 就让孩子去 培养一些基础的学习力 掌握一些学习方法 比如说 像记忆方法 像思维力 像业度理解 像业度理解 这些可以 不要再来做一些 好 这些的话 在小鞋的培养 特别好 到初中的话 就比较压力大 为什么 初中的话 科业难度多了 是吧 科业科目很多 所以孩子会很长 呃 第七个方法 就是文字常讲 都给办法 都关心 都表扬 多不厉害 多尊重 这些是 在做家庭交易员 讲的最多 有时间的话 就多做这些事情 这些 会让孩子觉得 我们是爱他们 会让孩子感觉到内心 力量 也会让孩子的话 更厉害的一起 配合我们 因为我们的话 更厉害的 是遵守规则 好 这些的话 是很重要的 那么是不是有一些 有一些家长说 啊 我的孩子的话 就缺点很多 我都不知道 找不到他的优点 我都看不到他 有什么优点呢 是不是 呃 那么我们的话 来这边的话 来做一个小活动 我们 用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要来找找 孩子的优点 我希望能找一次 至少十个出来 十个是很少的 每个人都会有很多 只是你这么看的 啊 每个人都会有很多 优点 只是你这么看的 那么我们再找到孩子的优点 找出来以后 我们直接就在群体院写吧 就发到群体院来吧 刚才那个群体院 就把他写出来 啊 你的孩子 一二三四 就把他写到群体院 然后发到群体院来 我们有五分钟的时间 好不好 好不好 来做试一试 这个很重要 也很有功能 那么 如果领节呢 领节的话 找孩子的优点很困难 那么 我请你到台上来 我们就两个人上来 我帮你 我跟你们一起来 找找孩子的优点 好吧 好 太好了 有点棒 掌声鼓励一下 那么其他人的话 我们就在下面的话 找找孩子的优点 然后 然后 写下来把它发到刚才 你们家的群体院 然后 然后 我们 跟他一起来 帮他找到孩子的优点 我们经常讲的话 你翻个角度 你就看到优点 或者 切点的背后 就是优点 好吧 来 开始 好 现在的话 是刚刚超过 三十分 好 我们用五分钟的时间 来找找优点 还要 还要站哪一个吗 基本的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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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ok 那你们在下面的话 更新 然后我们 上面的话 来 帮他那孩子去 来找优点 好吧 就说说你孩子的话 你先表现 他等到你 其他孩子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来看看 一起来找到孩子的优点 好吧 我们孩子的话就是 比如说他遇到问题的话 他不会一直往前往 我们快出去想 他会安慰自己 嗯 有时候他不要说 反应他说 哎呀 为什么啊 你看他们都是收胞胎啊 他也是弟弟啊 也有 他也是哥哥啊 为什么我跟弟弟 为什么那么好 他们经常说 不跟这个好 不跟那个好 回来那边反备嘛 啊 然后 呃 就班底里面 还有一个 就是 他就是 比较夸他一下 然后 嗯 对啦 对啦 听到别人讲说 哎这个姐姐说 很漂亮 就要照我说 他说 嗯 但是 但是我 当我小的时候 我年度整个一点的时候 我蛮好的时候 觉得 这样都没有地方 那你现在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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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是 相对来说 会 比较自信 嗯 但是 自信有点过头 自信还过头 对 就是 因为他就觉得他自己 不会 但是 实际上他 比如说 他只能会的那种 会比较不得到 其实 这就是 就是 就是 我觉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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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们 从小到大都被 交易坏的 这个观念 啊 我们从小到大都被 那个 故障了 然后都被 交易坏的 那个观念叫什么 我们从小一个观念叫什么 枪虚使人进步 啊 目前这个的话是 我们这个行业 是一直在通缉这个观念 这个观念 害人不强 啊 事实上是反过来 害人很少啊 啊 谦虚使人进步 我们从小到大都被 我们这一代 从小到大都被 关书了 所以我们结果 我们都变得很 很谦虚 啊 很退缩 不像美国人家 都变得很 很骄傲 自然就自信 那么我们来看看的话 他孩子有什么优点吗 第一个的话 你们看到 他那孩子很会 这么安慰 是吗 对啊 他如果孩子 其实很安慰 他就是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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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搬去给你们 会有人打你吗 会有人欺负你吗 他说不会 我看车的人都很好 他们都很喜欢 然后就是 比如说他奶奶做的那个 卷子 包子 有包子 他早上要带一个不记 跟同学分享 说那你们这样能够 吃几口啊 他说一人吃一点 你们看到了 他孩子的最好有点 太爱的 我还是很笨 太多了 书业内上来讲一下 他还是有点 都不用说 我觉得他也很多了 他是学习很 就是很不认真 作业就是 像书学考试的话 他下来 跟他讲的题目的时候 他就是 这个也会 但是考试的时候 都考八十几 哈哈哈 没关系 我们现在看看优点 我们今天主要看优点 所以第一个的话 你们看到 看到孩子的话 很会这么安慰 这是什么优点 这是优点吗 当然是优点 这种事 这个优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叫情商 情商 抛情商 他会自缓调整 自缓安慰 自缓逃街情绪 这是第一个优点是什么 第二个优点的话 你们有发现的话 他很爱分享 家庭在学校的事情 经常会分享 对 就是他 比如说我 今天他喉嚨不舒服 我带他去做什么理疗 他会把我的电脑给他的同学 说叫你妈妈把电脑给我妈妈 叫我妈妈 带女性给那个女生看 就是 就是他会把 自己会的东西 就是用心分享 要不然他怎么跳绳啊 天天啊 天天都要去跳绳啊 所以这个 这个分享的话 不仅是分享一些事情 还分享一些好东西 所以这个 分享本身是一个优点 那么背后的话 你看分享的东西 是不是孩子特别充满爱 对不对 第二个的话 你会看到的话 如果孩子爱很强的话 他的语言表达能力 是不是都比较强 比较强 然后接下来的话 你们还可以 我讲说就说什么 他们母亲关系的 他挺好的 是吧 所以孩子是他 很有妈妈的 是吧 所以这个是他 是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你们这一看他的话 他这么爱我讲 包括他跟他讲 上的那个学校 很多朋友 说明什么 说明有什么优点 啊 他说明孩子的一个交情能力 就是交情我怕特勉强 而且的话应该开始的话 有很多优势的品质的话 得到别人的认可 比如好朋友分享 爱心啊 甚至帮助别人 整天孝心心 整天孝心的那样很乐观 是不是很多 是不是很多的那个 是不是很多的那个 是不是很多的 几个了 几个 所以的话你看的话 刚才我们讲的话 有六七个优点 单穿一点的话就七个 还记住下来 太好了 有七个优点 那么这一看的话 就十个优点很快就到了 所以的话你会发现的话 虽然你看了 哎这样子包括你刚才讲成绩差 对 成绩不咋样 不是差 他差倒是不会 就是 但是他现在有一点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比较 我可能要时候会 比较示范一点 比如说我早上要送你电话 跟他起来招呼啊 是不是 规则性比较硬轻一点 他会顺着我的意思去做 他如果我 我 不是我的意思去做的时候 我使一个眼睛 他就会不舒服 然后我自己心里也在想说 他还是过了十岁不听我的话 怎么办 哈哈 好 我们接下来就讲不听话了 好吧 如果一个 你们的孩子如果不听话的话 或者是在跟你叹咪啊 跟人家吵架啊 你觉得他有什么意见的 对很好 他有思想 有独立的个性 是吧 你非常好看 马上就拍个影 他 他 他 乐意去表达 或者愿意表达出来 就是奔在心里的 我们怕的话 是怕孩子奔在心里 大人一样 所以如果他愿意表达出来 我就知道他 至少不知道他想什么 未必在哪里 我就可以去帮助他了 对吧 所以他乐意表达 这也是有点的 好 还有吗 第一个有思想 第二个乐意表达 还有吗 沟通能力可能很强 非常好 说的我非常会 说到美才好 对 就是 就是你过的时候 他也是没有讲 但是 如果你过的时候 他很高兴 你从后院的理想 比如说 我生活的时候 买一个蛋糕 他会说 班里面 老文学 他会跟他讲 你今天晚上来 我家吃蛋糕 这个来回家吃蛋糕 结果想要吃吃没了 我都没吃了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 好像很喜欢 小朋友啊 看到我很喜欢的老师 他比较很多 老大比较多 我会坏心 所以的话 你看如果他跟 敢跟父母吵架 领准啊 说明说他刚才那个 家长讲 他说明孩子呢 公众表达能力很强 不然的话 还是吵得起来吗 我跟他讲 是吧 我跟他讲的第一句话 你不要大声嘛 对 还有你看的话 他敢跟你吵 还有说明点 他的内心力量特别强 不然他还敢跟你吵 还有吗 敢跟你吵的话 敢跟你吵 还有说明 他的脑子特别好 他的 不仅是有思想 有个性 他的脑子特别好 为什么他转得很快 能够跟你讲 他既然好吗 我现在都讲不过他了 就说明他脑子 既然好 几个优点 就当然说 孩子敢跟你吵架 几个优点 是不是有五个 对 所以的话 你只要反过来讲 或者看到他背后 还是一度点 很多的 有没有能选择 太好了 好 谢谢 谢谢 受理 实际上来说 我们只要靠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孩子都会有很多优点 比如说 如果我们经常看到孩子成绩很差 老师经常投书 老师经常比拼 你觉得孩子有什么优点呢? 有没有什么优点? 谢谢 那你先来 有没有看到这样孩子有什么优点? 你们有没有知道如果是你们的话 你们还敢去学校吗? 成绩考得很差 又经常被投书 可能从自己来投降 看错能力很强 她的内心很强大 难道她的责任性跟规则意识是她还不错 她知道包括上前什么 责任之后我不管怎么样生气 上前是必须去的 在规则的时候我还要遵守 是不是责任性跟规则意识都还强 她是不是 还有一点的话 事实上是很爱你们的 为什么?她没有离家出路 这么困难的话 她还能坚持去上学 成绩那么长 东西超假的 他还能去上学 是不是? 如果很多孩子受不了的话 可能像我一样可能就离家出路 那你是不是很清楚 下面的话最近的话 是惨犯的这个问题 下面的话 其中考考好一个孩子 其中考考好 比较之后 难道我还找到还没有人家 所以的话 这样的孩子 事实上你会看到她背后 同样有很多优点 至少她没有离家出路 说明说什么?她爱你 她不想给你们惹麻烦 或者不想给你们惹麻烦 有几个优点 知道 所以有很多优点 继续写一些 如果还没有写的话 自己在前面写一下 那么我希望的话 你们今天 找到了这些优点 找到了这些优点的话 回去能够当面对你的孩子 说一说 周宝贝 我发现的话 你身上有这么多的优点了 妈妈感到很开心了 爸爸感到很开心了 跟他们讲一讲 你会发现了吗? 可能会有一些 近大的变化 你会站得很惊讶 孩子的变化 可能会站得很惊讶 所以这就是 多表扬的好处 我们说了孩子是夸出来的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不是打骂出来的 不是打骂出来的 所以这些的话 如果你多做一些多陪伴 多关心多表扬 多欣赏的话 多去鼓励他 多去尊重他 孩子就更愿意跟我们配合 因为他内心里不一样 他内心里不一样的话 就更愿意跟我们 更会认真去学习 更会愿意的话 认真去做作业 更愿意配合我们的要求规则 是让他自己的话就会遵守 自己就会遵守 OK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 就分享到这边 分享到这些内容 后面有一点时间的话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来讨论一下 可以我们在这边的话提出来 当然我们后面的话 你们进去的那个群 以后都可以随时来咨询 免费咨询 当然如果要想听一些家长的课堂 比如像刚才讲的 这些具体的方法 这些具体的方法 很多在我的书里 或者在我们直播间的家长课堂里面都有 好 那么刚才如果写了 十个优点的话 等下都有讲理 看看有几个人的话 写了十个优点 等下都有讲理 那么如果现在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提出来 大家再讨论一下 好谢谢 现在还有十几天多 他们如果没有进去的话 现在也可以扫码一下进去 这个是123的 还有这个是免费家长课程的 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我家长的孩子考试 现在就是导师的 但是他老师明说的其他的 他基本上都知道了 嗯 他基本上都知道了 他可以做家 或者是说 他不可以做得到 他出门的话 他出门的话 他可以保护到别人 哇 这钱他可以保护 他可以保护到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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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的学习成绩是多大的 多大的 12 12 123的 对 对 比如说 武士的成绩的话 基本上都是导师的 然后就像明说的 那样的 没特别强化 但是他每天会来 他不管考试考试 反正他进步 一分 或者两分 他都很开心 对 对 他都很开心 对 我考试多了以后 我就对 你说你进步一步 就说明你已经很棒了 然后他就说他直接说 他说 妈妈 你跟我说了 如果考试进步一步 也是进步 我就对 所以他这一点 智奇心 就看下来 也觉得是很好 就是学习成绩 我真的很疼 一直是这样 差不多 从四年级开始吧 因为十年级是一个坎 所以我们书里面有一张专门讲十年级的 十年级对孩子都是一个坎 他的坎的话在 他是同年天上的儿童早期 跟儿童晚期 如果是学校会段 是小学低短 跟小学高短的一个分件 然后他老师的教学风格都不一样 学业难度不一样 孩子的话那些心理也不一样 然后经常好像十年级老师都换 你们这边是不是这样 我连机换 所以孩子要适应新的老师 所以经常会碰到这个问题 这种情况的话 可能主要是在认识方面 就是刚才那个自然的话 认识那块比较粗力啊 学习方法 在后面的话 早期可能会跟上 对 那这边是数学 数学的话是真难听 这也是女生普遍的一个弱线 数学的话 或者是女生普遍的一个弱线 确实要加强点 不然他出动的话压力更大 可以从学习方法认知正开的话 来考虑一下 当然可能一些其他后面的话 比如自信心动力 是要可能是要考虑一下 不过可能更加气体的 或者说要气体的话 是要花一点时间 可以在群伤自己 因为我会了解很多方面的原因 至少要花半个小时 因为我这么自信的话 相对都会按照专业的这种方式 去做执行 要了解很多被图的一个资料 但是我才提供一个比较 有效的可行的一个这么多的方案 那么事实上来说 我们的那些方法 事实上看起来都不会太复杂 但是最关键的是 最关键的是 我们大家要请执行 要请做才可以 包括刚才我讲的那些我身边的孩子 那些孩子的话 当然他们都有接受过我们专业的帮助 专业的帮助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们家长的话 都可以按照我 提供给他们 一个综合的方案去执行 你们不用怀疑的话 我甚至有哈利波特的母版 如果我有的话 把所有的孩子都点一下 都他们给他 但是没有 最主要的是 家长的话 都会认真去按照我们 大家的家庭去执行 因为我基本上 会给他 像医生一样 开一个统盘 12356 7000 家长的话 如果认真去执行的话 基本上很快 都会改变 都会有所改变的 所以最重要还是你们 最重要还是你们 所以这个的话 如果是具体的一些 涉及到孩子的问题 那么最好是后面的话 可以在群里面 咨询一下 那么每次的话 至少花个半个小时 典费 因为这个需要了解到很多 被准的信息 被准的信息要了解很多 所以他是要有时间 看看其他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我们可以后面的话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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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个就是要乱快 但是他说什么 习惯上的信息都很慢 就是你只要是 当他做的事情 那就是说到老房 结果没信错吧 然后歇息也是 也是周下 孩子多大 12岁 12岁 天天啊 你说你 你会不会起啊 你会起啊 那不就刚好我还是办 哈哈哈哈 那有个是男性的名字 就叫他做什么 他好 跟什么他做什么 对啊 你会不会起吗 我急了 是不一定 孩子的母亲 对不起 嗯 女性 嗯 孩子的母亲是不是有点像 哈哈哈 所以 这个就涉及到 我们跟大家讲 一些遗传的榜样的问题 而且来个一点的话 很多时候啊 你会发现的话 如果母亲很急的话 还是基本上就是 破过了 你也急 他也破了 为什么 为了满足你 得及的 一个 心理厌务 这个是一个 心理学里面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现象 就是 很多时候 孩子只是满足 我们的 不母亲的 内心潜意识的厌务 好 而且他配合 他还配合 因为孩子的话 从灵性的角度来讲的话 孩子的话 实际上是非常忠诚 非常爱 父母 所以他们会经常配 配合 父母亲 来表现出他的问 对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一个词叫 合蒙 合蒙 所以经常是你跟孩子 合蒙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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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之前的话 就像出生的情况 比如说是起床 起床 起床很多孩子的话 就摸摸摸摸摸不起床 对 太有起床 太有起床 然后孩子就越来不起床 越不急 然后你问他呢 你哪一天不叫他 你告诉他说 从明天开始 自己起床 我不管啊 这是你的事情 OK 这是你的事情 你就不管啊 然后他们就这样 嗯 今天母亲怎么回事啊 都不能救我啊 是不是他这个事情呢 我才知道 他比你急 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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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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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OK 那可 慢一点 那会比较黏 没关系 我的小孩 是纪念独一年级嘛 嗯 然后那个 性格偏是比较 腼腆的 一点的孩子 他 腼腆比较内小 嗯 但是经常我在学校有时候 发现他有时候 手啊 可以铅笔戳到了 或是脸被抓到了 哦 有点痕迹 我问他的时候 怎么弄到 他都说他自己弄的 不敢跟我讲 我说是跟同学 然后就说弄到了 他说说对 然后打个同学 他就不说了 然后他说要忘记了 然后再下一秒 他说我自己弄的 我就不知道 为什么他 都不敢表达 这有点输入校园 七零 对 这也是 比较 肥养 自信心 自信心 对 他这有点 时间被被伤害 都不敢讲出来 呃 一年级的孩子的话 问题特别多 啊 所以 所谓一年级的家长 还要特别注意讲 一年级的话 告诉你 一年级是我们人生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 跨业 或者说 压力最大的 一个年龄 一年级 所以的话 要特别需要 我父母亲的话 你给我关注一下 这个在我的书里面 也专门有一张 的话讲 这个一年级的问题 一年级的孩子 压力是最大的 你们知道为什么 我们刚才讲 人生有两个主题 责任 跟规则 要说是有规则 是不是 你们发现的话 一年级 刚好就是要去做 去做这个人的事情 去完成两个主题 开始要去完成 这两个主题之外 是吧 幼儿园的话 孩子不用写作业啊 也不用什么规则 基本上也不用怎么遵守 都无所谓啊 那一年级不行啊 要写作业 要考试 要上学 要读书 这就是责任 各种区域 要遵守 这就是规则 所以一年级的孩子 刚刚开始 人生的开始 他要去完成这两个主题 但是 事实上 孩子 一年级的这个年龄 他什么都没准备 什么都没有准备好 不管他的努力 还是他心里的 内在的力量都没有准备好 去完成这两个主题 特别的没有意思 所以的话 一年级的孩子 压力特别大 压力特别大 所以如果在座 一年有一年级的后期的话 特别的注意一下 包括 就是人际交往 包括前期如果没有培养好的 或者没有信念出来一些自信心 价值感 包括我们刚刚讲安全感 那么一年级的话 就经常会碰到那种人际问题 人际问题 所以在我们的公众号 也有一天专门讲这方面的文章 那么孩子 在学校如果经常被欺负的话 经常是让人家看起来 比较弱小的男人 那个弱小 不仅仅是你长得小 而且包括内心比较弱 经常是会被其他孩子欺负 那跟同学之间的相处是还可以 就是说跟大国都能够融入在一起 但是比如说是在有些 可能是在玩的时候 然后受伤了干嘛 那时候不敢讲 对啊 就是问题就在不敢讲 如果小孩子在学校受伤 事实上是很常见的事情 因为孩子的话 就他会打蜡啊 他完了 这个受伤很正常 问题就在不敢讲 他可能他受伤自己也说不清楚 然后就表达受伤病 但是他至少可以知道 这个是别人抓的 还是我自己抓的 那就对啊 这个不敢 对啊 问题 所以我都真正的问题 就在不敢讲 或者受伤 所以这个不敢讲的话 就是 应该 就是背后的 自信心 价值感 价值感 这把价值感的方法比较够 训练 这个是让 构杂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等一下 等一下 送你一本书 里面有一章 都能讲这个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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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那个 海南 五年级 五年级 然后他现在就是 神迷移 那个王者荣耀的游戏 对 全国人 你都是他 对 他现在就是那个 就那个 王者荣耀的那个游戏 就是跟王者荣耀的游戏 就每到那个放学嘛 然后回来 就看到我们手机 就你戴什么都可以 这台课之外 就可以整天就完了 对 目前这个是一千里的问题 千里的问题 然后就 成绩一直在下降嘛 原来 一年级的时候 成绩还好 现在就是 在四年级的时候 成绩都低得非常低嘛 所以就是 呃 在闲大时间的话 也是 本来是有一部 他自己被用的人手机 然后就是因为他 给他讲的很多次 然后不听 我就把手机摔坏掉 那摔坏之后 他就是 现在就有各种表现 他表现之后 然后 我 因为他就是我爸妈带的嘛 然后 爷爷奶奶带的 会比较丑 小孩子嘛 那所以就是 呃 跟我可能公众比较少 嗯 对啊 然后现在就是 我最烦的就是他一个 就是手机板都不停 每当你叫他做什么事情 他说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就是一直这样子 你已经把原因都讲出来了 对 好 你已经基本上把 问孩子问题的原因都讲 讲出来了 比如陪伴少啊 都是爷爷奶奶带来啊 可能都比较丑啊 这些事实上都是很重要的原因 呀 那么这个事实上来说 呃 这个问题目前挺普遍的 但是呢解决的方法也不难 啊 也不难啊 就是把你刚才员的话 比较多陪伴啊 多关心一点啊 多给他一些欣赏啊 然后陪 稍微培养一下 他的责任性 跟规则一次的话 这种问题的话 基本上就能够解决 等一下 也送你的出 里面也有一张重点讲 好 讲这个如何去处理 ok 还有 还有人呢 我一直是一年级 然后他每一次生气 他就跟我说 他就在那边就是 打破坏 呃 比如说你带着人装 或者什么呼吸 他就把带着人手 让你把你拔死 偷坏掉 然后踢墙啊 打墙啊 那些的 我问他 你为什么不高气 你跟我说一下 什么好三两个 但是他就不说 多大 7岁 7岁 7岁一点点 然后 对一点 然后就是 我说就是在那边 零类 我说男子汉 又是零类啊 我什么是讲出来 他就是不说 然后 老是玩电脑啊 玩什么 教育要玩 一定时间到了 他也不熟 看会是这样子 少不熟 跟规则在一起 就两个吧 就这样 那全两个的话 这样子有发生 有什么大的变化 有没有 弟弟在那边出生 没有啊 还有个姐姐啊 哦还有个姐姐 就是有时候会打架啊 嗯 跟谁呢 姐姐 好 对 跟谁呢 姐姐比较和她 你那会比较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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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男生还不要不要给他感受 抱着他 让他哭 然后的话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带他去 散散的话他就要打 打他去喊大喊 然后你还可以让他打那饼杯啊 打那枕头啊 打那沙发 对对对对对 他的群绩需要先进去一下 但是有一些问题的话需要更加详细的了解的话 大家可以知道啊怎么出准 有可能设计到一些比较特别的 但是情绪先信是首先是必要的 然后还有一个不要跟他的姐姐女 不要跟他姐姐是相聚 你姐姐怎么能的你还要比较什么 不要这样 姐姐是给帮忙的方式帮上的 然后说比较亲的 好 可以 对 对 你知道吗 有可能就是姐姐表现得很好 你的弟弟才会开始 你的弟弟才会开始 你相信吗 你相信吗 你相信 因为姐弟的话一定会去前一世 他就会去相信 然后不要获得不关注爱的话 他们就会去PK 经常去PK 甚至的话有时候就是 有 特别是当然小的比较多 小的话经常会二人先告分 对 干这种事情就要二人先告分 对 再一个 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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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带 这些年来我们接受的医療教育就是 好好跟孩子说 我儿子现在迟睡了 有点 有点 我儿子现在迟睡了 之前我也接受的 有育儿子想说 有点 我儿子现在迟睡了 之前在小学院 那些人 有点 关键说 还是要好好说 要心理喇嘛 但是我现在发现 他现在 听中心些人的状况 我已经跟他心喇嘛 哈哈哈 哈哈哈 一批一批他就成为一批一批 现在好像多好事 这个教育跟打骂怎么去全球 现在有什么全球是这一批 教育跟打骂有什么样的差别 什么怎么样去抢 其实中国有一个观念叫做棍板之下 出脚子 但是现在教育确实说不能打骂 还是不能打骂 但是这个问题的话 确实我们有时候会棋文不清楚的 但是你会棋文的一个问题 棋文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自己的话 注意一下去检查 我们就自我检查一下 你在打骂的时候 是处于爱还是处于你自己的情绪先线 你是处于真正的想帮助孩子变好 还是只是我内心很气 想先线一下去打骂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点问题的话 你可以去自我检查一下 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 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 这一点很重要 你就会发现的话 你自己可能会有改变 所以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式有非常的多种 但是我这边没有说打骂不可以 我没有说打骂不可以 只是说我告诉你的话 我们是真正的想去帮助孩子 还是说我只是为了挽足我的希望 只是为了发泄我的情绪 你们可以去注意一下 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发泄我的情绪 比如说很简单 我们可以录讲一下 把今天心情啊 还是玩手机的话 哎 你在玩什么我们一起来好不好 会不会有 特别是把心情好 今天回来心情不好 你又玩手机 是不是 你说是为了耐好 还是为了发泄情绪 对所以的话这一点的话是 非常需要注意的 就是自晚检查一下 你在打孩子的时候 是真的想帮助他吗 还是只是想发现这种情绪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情绪 那么你就会想说 还有没其他办法 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教你 包括最主要方法就是我们今天讲了 找找原因 找找原因 ok好我们就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 然后刚才所有提问题的家长的话 我都送一本我亲自签名的书 我写了我亲自签名的书给大家 还有一个的话 就是刚才在其里面 如果提到优点 达到时刻了 我们也会赠送一本书给大家 好谢谢 哎 来家长的朋友们 那个从 转座开始 九点到现在十一点几分 呃 这么长的两个小时 那么 家长的朋友们的表现 让我深深的感动 在这儿给大家 一个勾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配合 那么刚才 张老师呢 从家庭教育的目标 还有从助力孩子的信心 责任感等方面 讲了一些公属一种的教育方法 但是呢 有些孩子 确实存在了很多的问题 呃 张老师在这儿 可能不 不可能很短的时间 去一一的去 呃 讲明他的方法 呃 如果有情趣的同学 可以加他的微信 然后去 微信上去 跟他沟通 啊 那最后祝家长朋友们 呃 家庭幸福 初次初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